明진三 == Recent 編詞 李宗君 周近日老師因為有事情他不在 我是台中一中的物理老師張一敬 這天對於李宗李宗君 vom來週間 因為周周老師跟我認識 認識好多年 我們在研討會的時候 這是我們的前輩 我們不要加那個老的那個字 周老師他這個在物理教育這邊 他絕過非常久 然後現在他最有名的就是這個 你總是在路上會看到有物理 如果你下回看到在路邊有人擺攤完物理 那大家都是周老師 要不然因為周老師獨子獨孫 那就是周老師這個在這邊發展非常多 很短的時間之內 然後讓你學到很多的知識 好玩 又有趣 周老師是師大物理系的教授 然後這邊經歷很多人我就不要念了 反正周老師待會自己介紹 因為周老師他在 在這個我們在動手做的這個領域來講的話 在國內應該是非常非常領先的一位 在前面就非常有名的 那因為這邊是要報名 然後用電腦篩選才能進來 要不然的話周老師只要到哪裡 都會有他的粉絲 帶著錄影機帶著相機 就跟著他到處跑 只要知道周老師出來演講 那他的那個場子一定會有其他人 那今天因為大概那些人都報名報不上 所以粉絲就非常的怨恨 那我想不曉得下次會不會又要求周老師 特別為那粉絲來辦一場 那我有話不多說 請周老師也今天的活動去交給周老師 鼓掌歡迎 謝謝張老師的介紹 不敢當 謝謝各位朋友這麼棒的假日 來這邊陪我們 非常感謝 那我要先謝謝易老師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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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在學習裡面 易老師是我們的前輩 他每次都麻煩他來 不好意思 謝謝讓我能夠有機會來這個地方 謝謝 好 我們這麼棒的場合 我們每次來的時候都會緊張 但是又想來 所以 那請大家多多包涵 那張老師太極了 好 我們今天是周末 然後今天又是 比我想像的還要意外 因為今天是機車 我一直在想說今天人應該很少 因為家裡啊 多多早早都 或是零機會考試的人啊 或是交通不方便啊 或是去陪考試啊 還有這麼多人 很感謝大家 我也非常感謝大家 然後 我們今天就是一個很愉快的周末 叫做科學假日廣場嘛 所以 要有點假日一樣 所以放心說 我們不談大道理 我們都用自己很簡單的道理 然後聊聊天 然後用實際上的操作 然後很輕鬆的心情 然後一起進行 這麼棒的聚會 那能夠這麼棒 是有這麼大的好場所啦 還有很多年輕人 都做好的準備 那 有人來過大概都知道 我們一直在跟中央大學 價值廣場在學習 大概是這樣 好 先做廣告 那個 剛好 這個廣告只為你們做 實驗室有很多活動 太早做也沒有用 所以 你們是 我們最 最有緣分的一群人 這件事幫公司拍了一集 下課發露米 5月23號就是下個禮拜一 六點鐘 看過發露米的小朋友一定知道 那個 是 觀光電視是十三台 然後一定在六點鐘 然後星期一是科學節目 下個禮拜科學節目有點怪異 因為突然間跑了一個不到一樣的型 型態的節目來 請歡迎大家有空的時候 會看電視的時候打開來看 你看他給多指教這樣 大概就是帶了一請小朋友 然後我們在台灣嘛 就懂我們台灣的本土 當作話題 這是真的一件事情 這個事情 拍當然是最近拍的 可是這是真的一件事情 這個事情是 大概十年前帶了一群實驗室 因為實驗室剛開始要一群學生 我們把它叫一個代號叫法拉蒂 大家都知道牛頓 你知道傑利列 但很少你知道法拉蒂 法拉蒂是一個只有小學畢業 然後後來靠自己苦讀 然後成為很好的科學家 有他才有發電機 你知道嗎 他不是發明的發電機 他是發現了發電機 那個最重要的原理裡面的那些道理 我們才會對電有一關的認識 我就叫他代號叫法拉蒂 他們真的那時候就跟著我們實驗室 星期六星期天 然後就一起做實驗 因為我們在做科學教育的人 我們不知道學生的感覺 我們沒辦法做的 他們就跟著我們一起做 然後去知道感覺 那那一陣子我們在給他們一個任務 這個任務就是我們在南部有好多地方 有特殊的景點 這些景點要不是在海邊山融起來 就是特別高啦 就是風特別大啦 那這個地方是台東 鐵結形我們這邊離那邊比較遠 台東有一個風景區 那個風景區就在路旁邊 然後走過去以後也不是很大 都是下車看一看 然後就洗手間上一上就上車了 可是每一個人到那邊的時候 一定會小小的吵架一彎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那個是水網上流 所以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理由 他們就去那裡 在學校裡面就開始先前做了一兩個月的探討 然後他們老是帶著在學校裡面做練習 做完以後他們家長一起 就租了車子 然後到那個地方下來就做實驗 去探討水真的是不是往上流 那這樣子的事情用很簡單的眼裡 很簡單的道具 小朋友可以做的 你樹上東西都是活的 那但是真的小朋友可以做的 所以那個影集裡面的東西 是小朋友做出來的 那因為要拍成影集要跟花魯米的味道要一樣 所以又加了小叮噹 加一些東西主持人進去 跟大家介紹一下請大家都指教 好那我們就開始 我們今天這樣安排的 就是 好 好 那我 我如果要轉動頭影片是用按的 齁 是有警方器 好 那我就用按的就好了 好 我們今天這個是大綱 大概我跟他聊聊天 然後那個 就跟他聊天聊什麼 就是聊我們這些科學活動 到底為什麼要這麼辛苦的邀請大家來 然後又請了很多專家 這些專家 也都 大部分都不像我 我是唱歌改戲的 那那些唱平記的來 你還要跟他講說 你要符合地方的特色 要把自己的那個 講法啦 還有對象都改變 他們都很願意來 為什麼很願意來 因為他很重要 所以我稍微跟他談一談 我們中央大學 這樣子加入廣場 為什麼這麼重要 稍微聊一聊 當然我們大家都知道了 然後聊完 我們就做幾個實驗體驗一下 就看看很簡單的東西 我們還是可以從裡面學 不管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學習 都可以學習 可以跟他互動 好 第一個 這幾個活動在臉部 台大很大的 台大有一個展望 他最早的 然後那個高雄有一個閱讀大師 然後我們中央大學的科學廣場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都很棒 其實我最不喜歡 是站在台上講 我最喜歡是站在底下當觀眾 那我如果明天沒事 我通常都會跑到科學廣場去當觀眾 而且都坐在哪裡 坐在那個攝影機的旁邊 我們高雄在攝影的那個人很厲害 他姓講 所有工作人員都叫做講工 他會把現場的東西 馬上即時就播上去 然後你一講完 他馬上整理成光點 然後就變成資料 然後資料就上網 那上國會的網 不只上國會的網 還上他自己經營的網站 那有兩個網站大家可以看 一個是國歌會的叫做科技大觀念 另外一個是知識大講堂 兩個網站可以看 很棒的演講在那邊 不過那邊的演講 有些是適合高中生聽的 所以你要稍微選擇一下 這張圖片就是我講的法拉第先生 左邊那個是書上畫的法拉第先生 在一場演講 右邊是我們實驗室 有一陣子有一個夥伴 寫了一本書 那本書都還沒整理 一直都沒有出版 那夥伴就幫一本書畫了一些漫畫 這個漫畫的意思是這樣 法拉第先生他只有小學畢業 然後他考的自己苦讀 後來就進到英國的皇家學會 皇家學會就相當跟我們 那個國家裡面最高的研究機構 那剛好那時候英國和華國 又是全世界的科學中心 所以他那個學位要進去 大家要投票 那他一點學位都沒有 然後他就憑了他的努力和成績 進到皇家學會 然後就在屋裡面做出很多貢獻 那他這一番當然有關七折 那等他聲明以後 他馬上想到一件事情 他以前在苦讀的時候 如果要去聽專家的演講 他必須要怎樣 必須要花錢買票 所以要貴族的人才有辦法去聽 才有辦法去聽 他那個演講也跟這個演講 當然會做一些演示 應該討論科學嘛 那他第一次去聽演講的時候 很認真的做筆記 那是不是人家幫他買票呢 大概是這樣 所以他就馬上講到一件事情 我一定要普及 要讓科學普及 所以他就辦演講了 他辦一個星期五之夜的演講 跟我們中大一樣 辦了家務廣場一樣 然後就邀請各方的專家 然後去演講 還要推還普及 讓很多人都可以參加 那尤其他想到小朋友 我們在場有好多小朋友 小朋友是我們未來的主人 我想爸爸媽媽 都忘掉自己要學習 來這邊都是任何時候 要帶小朋友來學習 我們也是這樣成長過來的 那小朋友很重要 所以法拉提先生每年特別在聖誕節的前後 一定替小朋友做演講 大概是這樣 其實 不只是這樣 很多人都會這樣做 很多科學家都會這樣做 那這個是 最近我們社會的風氣不大一樣 這是天下雜誌 去年做了一個專刊 我們中大的這個演示實驗室 也上了那個雜誌上面 做了很詳盡的介紹 你現在在網頁上大概還查得到 我們最大的雜誌 一個月那一期專門報導科學教育 所以科學教育是很重要的 那這個是我們實驗室的成員 那成員每一種成分都會有 我們自己 他們平常都在忙著搬我 去帶活動 我最近一個禮拜都在排暑假的活動 我比較調度這個人 這個老師要去那裡 那個老師去那裡 他適合這樣他要去哪裡 量非常大 很大 很忙的 那 他們有各種成分 他們自己要辦演習 這是去年辦了一次演習 最近一次演習是在5月7號 5月7號我們到台南的新化林場去 然後去討論LED 然後討論那邊的植物 跟他介紹一件衣服 這件衣服我現在穿著 我現在很喜歡穿著 那個走在街上人家會問 這個衣服是我們學校 就站在後面那群人 就是那些大學生、那些研究生 他們都要做那個戲服對不對 有一年他們就做了這件戲服 現在很多人看到都問我 在很多活動場合都會爬在問我 他問我問題 我好高興他要問我問題 結果他問我問題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以前演講的時候 人家問我問題 都會問什麼 我現在做給你看 他們都會問我說 打氣球 其實科學要用在生活裡面 因為其實等一下要打結很難打結 你要想一個方法讓他好打結 所以你要位於籌繆 先把它放進去一點點 放進去一點點 你要捏住這裡 才有一個主動框 你可以打結 然後做什麼事情要有一定的 一定的那個尺寸和大小 我現在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讓大家知道說 小朋友你出來一下可以嗎 站在這裡 借一下 你幫我做一下實驗 請站在這裡 氣球彎一破了就蹦一聲 我再打一個就好了 這個是 這個是物理系 高層示範大學物理系的學生 一定要會的 他們二年級要會做貴賓狗 然後到三年級要會做頑皮包 那四年級 四年級要做什麼 四年級要會做狗門 做狗門 他們會做狗門 我再問他們 那這件事情不必強迫 你知道嗎 因為智男在生活裡面的事情 就不用強迫 他們覺得很重要 你知道為什麼很重要嗎 因為我們學校有了音樂系以後 音樂系每次到四年級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個個人的音樂會 因為個人的音樂會沒有觀眾 也沒有人佈置 也沒有錢佈置 所以他們就找物理系的人 去幫他佈置 他物理系也會很高興 大概一直到現在都是這樣子 那氣球可以寫很多物理 我們今天要用氣球寫一點物理 然後我現在主要告訴你說 一開始 最近 演講完都會問我說 你在衣服哪裡買的 他不是要問我問題 他要問物理 你買的 然後以前問我的時候 問我的時候 氣球要怎麼做的 那叫做造型氣球 這個狗狗有點不太漂亮 第一個不太漂亮是這個 鼻子有點不太漂亮 所以他們會敲筆一下 敲筆一下 敲筆一下就要把這個穿進去 那孔這麼小要怎麼穿 其實它不是穿 因為穿的時候會有摩擦就會破掉 那你要用什麼東西呢 用氣球的彈性讓它怎樣 讓它轉動 然後讓它滾過去 那破掉就蹦一聲而已 不要緊張 我現在正在游汗 你又越跑越旁邊我越緊張 這樣會比較漂亮 有齁 掌聲鼓勵一下 還有他們要叫我們 叫他們學氣球 叫他們做氣球 然後接下來 還要叫他們做一招 這招這個尾巴不怎麼漂亮 等一下我們把尾巴吹一個泡泡在這邊 好不好 好 那我們要吹一個泡泡 來用力吹 要吹 一直吹吹一分鐘 試試看 來先吹一次看看 你要站好 試試 對 腳要分開這樣比較穩 然後 開始 來 這樣吹氣 不要太靠近 這樣一段氣力 這樣吸氣 吸氣 吸氣 大家給它加油 吸氣 喔好棒啊 來 送給你 謝謝 我以前演講完 尤其是大學生 尤其是科技大學的學生 他們聽不懂演講裡面講的物理 然後演講完 他們問問題問什麼問題 老師那個貴賓狗怎麼做的 現在問衣服怎麼做的 那個剛才吹尾巴是用捏的 不是吹的 那 看起來很簡單 但是它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才有辦法 因為氣球一捏氣的時候 氣會往別的地方跑 所以剛才 我用我的小妞妞 扣住那個脹起來的地方 所以那個脹起來的地方 上面那個沒有氣的地方 就在我的手掌裡面 我只留要脹起來那個地方在外面 所以這一段都沒有辦法膨脹 那接下來捏 後面那個泡泡的時候要整個捏 如果你捏一半 它就會跑到另外一半去 所以其實它是很簡單 那你剛開始的時候 當然我們大學生可能也想要寫 剛開始的時候 你要怎樣 要小的一個道理 你知道腳踏車每次要踩的時候 低一下一定怎樣 比較用力有沒有 電風扇要按的時候 第一個按要按多少 不是按最慢的要按什麼 最快的 因為開始的時候要克服性摩擦 所以那個力量要怎樣 大一點 所以你如果有練習氣球的話 你為了克服這一點 剛開始的時候你就 因為我很熟了 所以我沒有問題 你就怎樣 你就先把氣球捏 捏到那裡 先讓它鬆一點 然後再讓它回去再來做 就比較好做 所以身體裡面有點大靠底 它是滿有意思的 好 這個是戲服 那這個是我們最近的名稱 我們的體認 我們叫科學行者 科學行者就是 比較適合實驗室的成分 因為科學不一定很懂 但是會很用力的 再跟大家怎樣 一起討論科學 這叫科學行者 那想到行者就想到孫行者 那孫行者是孫武方以前 坐根躲銀 那我們就想到說 他現在要做火箭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新的科技要去學 好 俏皮話講完了 先來跟他講兩件 重要的事情 這個現在在螢幕上面 是一個教育學者 不是科學教育學者 一般的教育學者 他做了一個研究 這個研究滿有名的 大家常常引用 他叫做學習的金字塔 他的意思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是說 我如果同樣的東西 幾乎一樣的學生 然後我用不同的方式去教他 那兩個禮拜以後 他們做教育常常這樣做 叫做研後學後保留 就是兩個禮拜以後我去測 測看看你上兩個禮拜以前學的東西 你還記得多少 上面是不同的方法 我們看上面這一段的方法 是用聽的 然後用什麼 用聽的 然後用聽的 用講的 然後聽跟看 還有書可以看 然後做演示給你看 不過那個演示 不是科學的演示 科學演示效果會比這個大 但是那個演示是一般學習 譬如說學習生活上的道理 公民的道理 然後有演示做給你看 有影片畫給你看這樣 這樣喔 都在做被動的學習 叫被動的學習 那這個被動的學習 你只能學到什麼 他們發現只能記得不到30% 然後後面那幾個是 以學生為中心的主動學習 這個主動學習包括什麼 包括讓學生做小組的討論 然後再讓他們怎樣 讓他們可以自己做一次 自己可以做一次 那自己做一次以後 他就自己有體驗了 那更有效是什麼 讓他做完以後來教人家 所以今天在這個場合 學習最棒的人是誰 是站在最後面 那些大哥哥大姐姐 他們平常都是從書上念的 但是今天不大一樣 今天要去講給小朋友聽 要幫忙小朋友解決問題 謝謝 要幫忙小朋友解決問題 所以他會 找到了 找到綠色 大概會消化以後會比較好 那今天你們從來這邊參加 中大的科學叫做廣場 很多大部分的時候都有實作 所以實作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常常在想說 尤其是我的工作 我的工作是要教大學生 那我們的學校那些大學生 有一段時間是專門直接就輸出 要去當老師的 那我們教的學生要去當老師 那老師上課的時候 教小朋友 然後教國中生 然後當國中二年級寫理化的時候 那寫不到兩個月 所有的學生都討厭物理 我最近有點改變了 最近最討厭的不是物理 大概五六年前最討厭的都還是物理 現在最討厭不是物理 但是也是排名在前面 就討厭他 那為什麼呢 這有一部分是因為環境的關係 因為我們台灣就是競爭的社會 然後要考試 所以用考試當導向 那你考試當導向的時候 學習就會扭曲了 因為家長老師心裡都急 學生本身也急 所以就學習上面 就跟平常的學習不大一樣 然後課本上寫的東西 雖然讓它內容很簡單 也多了很多圖畫 但是你學物理 學化學的時候 你一開始你就要寫一些名詞 就好像你要寫英文一樣 很硬很硬的名詞 我只是要跟大家講說 學生寫不會 老師教不會 那是很正常 非常正常 那些正常我們想辦法去改善它 那這個改善 這個改善 大家只要用力 就看到改善的結果 但是你要期望說完全都改善 那因為它跟我們整個環境都有關係 所以做這樣的期望 就有點不大公平 那我自己的體認 那上上禮拜在中心大聯隊的研究生 在討論的時候 那有一個彰化的老師 特別跑到原廠的場合去 然後留著問問題 所以現在高中的課綱 有量子力寫還有宇宙線 那老師教起來都很難教 我們張老師很久以前在關心這個問題 他問我那個問題我就進步了 我在想說 那我哪個東西怎麼教 我都試著 試著教文學院的學生 想要教他們量子力寫 教他們相對論 都很難教了 但是我一直想要教 到現在為止 我一直想要做這件事情 那說起來很常會 連物理系的學生 我就教不會了 所以蠻難的 你要等一段時間 他們自己專業上需要去體認才會 那後來我想一想說 這樣的環境 我們還是要緊張去做好 那什麼東西可以 因為它很抽象很硬 離我人眼看不到 你就多了一些連結 那兩種連結很有用 其中一種連結就是什麼 就是讓它自己動手去操作 因為我們知道 你到年紀很大的時候 已經都很成熟了 那個認知的心理的機制都很成熟 可是你碰到很新的東西 你還是不好上手 如果這個新的東西 是有具象的東西 讓你看到的話 你就很好上手 所以讓它具體化是很重要 動手做事 讓它具體化一個很好的事情 當然廖子李解案相對 那個具體化要經過很多很多的轉折 大概是這樣 好 那第二個 第二個是 讓它和生活上有一些連結 和生活的連結 像我們剛才也在講 氣壓怎麼跑 你怎麼擋住它 你就用實際上的東西來做 你就覺得它很親切 所以要去留一些連結 那我很喜歡在上課的時候 教育的時候 建議老師加上科系家的故事 就像剛才我在跟大家講法拉第一樣 所以你們如果在家裡 要做些努力 這兩件事情是可以上什麼的 應該有一些效果 我在想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怎樣 還是不要心急 不要太急 要是爸爸媽媽和老師都不鼓勵學生的話 那學生的學習多可憐 對不對 所以我在想說 不管 有人學得快 有人學得慢 我們都要去鼓勵他 那就去等待他 說得很容易 但是不太容易做 小朋友自己也不要太急 好 第二件事情 是有一件事情 不要讓他沒有人 你知道這件事情是什麼嗎 這件事情 我們是生下來就有的本領 你看那嬰兒 你曉得他會動 會摸會叫的時候 他會怎樣 他看到東西 他馬上去摸 他要做什麼東西 他在探索 這個東西是什麼顏色的 然後他可以看得到顏色的時候 為什麼這麼亮 可不可以吃 這是人的本能 所以 人生下來的時候 他們心理學家做了研究 所以人生下來 大概兩個月 可以從他的眼睛 從他的行為 看到反應的時候 他們就去做了一些心理上的測試 心理學家也要做實驗了 不過他實驗的是人 但那個實驗是很有系統的邏輯的實驗 他們就去做實驗說 他的那個 小朋友在探索說有哪些本能 我們基本上探索的本能 他都具有雛形 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有的本能 這些東西是有讓我們接受 新知識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本領 這個本領就是什麼 很簡單 看到事情很奇怪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我會注意看 因為你們想要做嘛 來看看 這裡為什麼會這樣啊 到底什麼問題 你就有問題 問題你就會去假設說 去想他可能是這樣 可能這樣 把你倉庫裡面的知識都搬出來 你就去想他 然後想他 要看他到底是不是這樣啊 所以就要去求證 求證可以從書上找資料 可以做設計實驗去驗證他 這些報索做的東西 很多問題你馬上就可以驗證 驗證完以後你就會有收穫 你就會有收穫 收穫完以後你就會有很好的結果可以用 你會發現新的問題 這個是學習的機制 可是現在為了要應付生學主義 很多時間 就把它放在練習題目 那是很有效的方法 可是會把自己這樣子的探究 創造這樣的本能會怎樣 會埋沒掉 每一個人都有 那不管你是什麼行業 薪水很高的行業 還是你做得很快樂 但是薪水不怎麼高的行業 每一個行業在社會都很重要 然後他都需要創意 你都可以發揮 等一下我會跟大家用棉繩 把PVC管擠掉 用一根棉繩把PVC管擠掉 我拿了兩根準備讓我們來的小朋友比賽 讓它擠掉 那我第一個我看到這個實驗 知道這個實驗的時候 不是從書上看的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來源 那個是在到杭州的火車上 然後要帶我去杭州報告的那個主任 去做報告的那個主任 他跟我講說 剛剛聽到在那個場合 那我們再開會 那因為我和陳秋銘老師 東武的陳秋銘老師 被安排在不同的場合同時間 所以他們只能婚一半一半 他說他剛才在用繩子寄PVC管 我回來我就做 做以後我就常常在演講的場合 就告訴他們 當然他有他的教學目的 那結果 我碰到水電工人 我的朋友有一些水電工人 那尤其是客工館有一些水電伺服器 當事工去幫忙 我就問他們說 用棉繩可以把PVC管寄掉 他們很早就知道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們在角落上伸出來的水管 用忌子不好忌 所以他們有了忌合物以後 他們就知道用繩子 可以把忌合物忌斷 這樣知道意思嗎 但是不是每一個人都知道 那你看知道的人 他是不是做他的工作 做他的工作會做得更好 大概是這樣 所以學習是不分職業 不分階層的 大家就可以學習 一輩子都學習 好 小朋友比較 他要坐不住了 我要講快一點 好 今天如果時間夠 我教你們做一個實驗 那上次來我有教他們 這個實驗是這樣子的 這裡有一個繩子 那我要逃脫 以前我知道很多逃脫 從魔術書那裡學的 這個是從我們李學院院長那裡學的 因為他也要推展科學活動 所以他也要一兩招 那他跟他學的 這個是 這個是那個 這個是繩子 我們找一個快要睡著的人 來好了 快要睡著 不像 快要睡著 站在這裡 你說他不是好怕 要有姿勢 剛才姿勢是這樣 對不對 應該要吹嘛 現在要這樣 好棒 可以 這個是這樣 掛在這裡 你的任務就讓他掛住 不能抓住 抓住我就沒細唱了 再一次 好棒 好棒是這樣 對 可以 我現在要把這個繩子拿出來 看過了幾種 有沒有 多一點點 等一下教別人 我們有時間可以教別人 那你最好你看過最好 我要拿出來 拿出來的方式是怎樣 那個魔術就是要考手法 所以等一下 等一下我要做什麼事情 我要把這個拿出來 然後趕快把它拿起來 然後再把它淘回去 很快 非常非常快 那你已經拿出來 你看有夠不夠快 這樣不算 再一次 他知道他做過 他知道他做過 你知道原理嗎 你知道 我們等一下有時間 我們再來做 我會給大家一條繩子 可以做 那其實靠手法是一種方法 另外一種方法是靠機關 就是這個繩子有機關 這個有機關 就是你們平常在街上買的 大部分都是靠機關 其實機關也是物理機制 也是用物理設計的機制 那第三種方法是用科學 就是你不知道 我知道 所以我就可以用 你看起來就很現 當你知道的時候 你就不覺得很現 那學習科學的時候 當然要知道為什麼 可是 那個變魔術的時候 觀眾不需要為什麼 知道為什麼 因為知道為什麼 就不好玩了 可是魔術是自己怎樣 要知道 所以我給你 等一下如果有時間 我教你這個魔術 你會寫到一件事情 如果你知道為什麼 你就很久很久都不會忘掉 你會看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你就會知道說他到底為什麼 可是 你如果沒有去知道為什麼 你大概兩三天 你就忘掉 就換我了 他也找不到 你要問 你要打電話來這邊的客家中心問 這邊會教你 這個要抓好 好 那是這樣子的 我要製造一個 轉移注意力的地方 等一下我喊一二三 你們要去看螢幕 不能看這邊 可是 可是小朋友他知道 所以我要製造一個感覺 讓小朋友 感覺不到我摸他的手 把他拿開 怎麼知道 我 因為我有好幾招 我踹他的腳 然後拔他的頭 然後踢他的屁股 都可以 我當然不告訴他說 我要哪一種 你要拿直一點 對對對 我要喊一二三 對啊 我喊一二三 來 大家講好 一二三看螢幕 開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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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來 你們要掌聲鼓勵一下 要不要再做一次 好 等一下我教你們 先講一次 那你們自己去發現為什麼 我教你們做 但是我不告訴你們為什麼 操作人 你要立起來 然後把這個拿到左邊來 然後兩隻手 右手拿一條繩子 左手拿一條繩子 然後一起拉過來 左手會在下面 你擺好 你擺好 左手在下面 然後右手不要動 左手把他套起來 然後左手到這邊來 再拿繩子 把他套起來 那這時候 接下來的動作就是 左手要拿回來 右手就放掉 放掉以後要三三風 三三風很重要 那就拿開 好 謝謝你 來 握手一下 好 這件事情是要跟大家講說 碳就是很重要 等一下大家體驗一下 你如果看就清楚 你會 會不大一樣的感覺 好 那 接下來 大家都想做實驗了 現在要讓大家做一個實驗 謝謝 這個實驗是為了下一個實驗要做的 好 那我們需要每一個人有一個氣球 我來幫忙 他們會幫忙 現在要請大家做的是一個暗示 這個暗示 這個暗示上面有寫 你可以試試看 就是你會 你會 你會 讓氣球變得很燙 然後讓氣球變得很冰 然後你要一個溫度器 溫度器在你身上 你就不用看了 那溫度器上感覺 前身都可以感覺 那等你剛開始做 你需要一個感覺比較靈敏的 靈敏的地方叫做人中 人中就是你的鼻子和嘴唇的中間 叫人中 然後兩隻手 兩隻手拿住氣球 兩隻手的拇指跟食指捏住氣球 你要怎麼捏都沒關係捏住 然後捏住以後靠近人中 然後用力拉 拉開以後把拉開的部分碰人中 碰到不要跑掉 大概是要碰人中 很燙對不對 所以我們 我們國中的時候 會學到伍克定律 伍克定律就是說 你拉氣球 拉了以後 它的恢復力會跟生長量 成什麼 成反比 就是下比的特性 這我們都知道 這是一個經驗的試子 就是我們從體驗上的試子 其實我們一拉的時候 那個給的能量 有一股能量 跑到哪裡去了 跑到氣球裡面去了 你這樣知道嗎 氣球裡面 它好像小的橡皮筋一樣 它有很長很長的面子 那你一拉的時候 它結構改變 改變以後它能量不一樣 所以它變開起來 它要把能量輸出來 你就等於燙燙 好 我們試試看一個探究 我又怕大家睡著 我們試一下探究一下 給你們一個問題 如果要變成冰怎麼做 很冰 非常冰 非常冰 要去泡冰塊 對泡冰塊 不然現在用現在氣球做 只能用手和氣球 很冰很冰 我相信一定有人知道 知道可以告訴別人嗎 馬上就有人知道了嗎 來 我幫你轉述 等一下 好我現在轉述一下 這是妹妹講的 就是現在你把它拉開以後 拉開以後 放一陣子 放一陣子以後 再把它畫掉孔仁中 這是道理你可以解釋的 按照剛才的理論 你就可以解釋了 好 這個道理喔 可以深深到多深耶 深到我們護理系人都很很 讀他的時候都很害怕 大概四年級都讀不懂 那個叫做沙 叫做entrop 我們常常在這樣形容 就是讀到他entrop 叫entrop 南英文叫entrop entrop 那三葉問我跟一大群老師去大陸去交流的時候 我們中央大學有一個前物理的前輩 他是信比亞理教授 他說他剛剛指導過穿地這衣服的 用這個題材做科展 然後拿到全世界國際科展拿到名次 其實太好為什麼 很仔細的做了研究 大概是這樣 所以一個很小的東西你可以 事實上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很大的學問不一定要 都是到很精密的儀器裡面去找 很精密的儀器也是很重要 因為走到一段時間就要這樣 但是很簡單的東西 大到底都藏在那裡 好 我再講一次 這個是說可以做學問然後做到很大 對不對 我們可以我們最優秀的高中生 然後把他當作國際科展 然後去發揮他們的才能 好 更簡單的 這個經驗你們生活上都有 你們知道嗎 小時候陪著小朋友 或者大朋友陪著小朋友玩氣球 氣球一吹以後還沒跑好 咻漏掉的時候你去撿會怎樣 會冰冰的 所以你平常就有一個經驗 好 接下來再給你一個特題 我們再邀請你們再聽我講一下下 這個特題是這樣 先做完 你如何讓他 也怕 你去想一想 怎麼樣子可以更他 剛才是讓他變冰嘛 這樣更他 讓他更他 好 等你們坐 我再跟你講說 最近我從這件事情學到事情 好 我們學物理的時候都會知道 力量是在改變的時候來的 然後那個改變改得越激烈 他會怎樣 會越大 也學到 因為你燙你不要讓熱跑掉 讓他一直累積 你就會怎樣 會越燙 所以你會發現兩種方法 一種方法就是 你讓他的變化 越快越好 越大越好 在很短的時間 然後變化得很大 就拉得很大 然後再很短的時間 變化很大 那會越燙 那個燙到你皮膚會受不了 這是一個 你自己可以試試看 第二個 第二個就是怎樣 就是一直拉 一直拉 那基本上你都要很快去碰鼻子 因為很快碰鼻子才會怎樣 熱才會跑掉 那我們在物體裡面叫做絕熱的近視 絕熱的近視有兩種 一種是怎樣 是把它刮起來 不讓熱跑掉 另外一種是 當熱還沒跑掉的時候 利用那個很短的時間 去感覺它 這是另外一個絕熱的近視 這個這樣的道理 在我們現在呢 很尖端的科學研究上面 還是一直都存在 一直都存在 好 我告訴大家 我這幾個頁裡面 從這件事情 寫到的事情 你們在場都是比較實際的 我的比較小朋友 那你碰到 調皮搗蛋的人 他會怎樣 他就一直拉 一直拉 你試試看一直拉 一直拉 會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有一個小朋友就跟我講 我斷了 你試試看 你把氣球拉斷 都不容易拉 用馬力可以拉 你到市場戲他們是這樣拉的 是這樣拉的 就是把它固定住 然後弄到緊繃的時候再拉的 好 那我們一般做不到 那這種拉法連塑膠寸都可以拉斷 那我們現在每一個人都把它拉斷 怎麼拉斷啊 你就一直加熱 一直加熱一直加熱一直加熱 等它越來越熱的時候它會越脆弱 因為下皮的濃點很低 非常非常低 一定可以做得到 一定可以做得到 有一個成功的 有一個成功的 站著年輕人拉 不斷今天晚上不能吃飯 好 那個很小的小朋友不要太勉強 因為我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對 那個時候我做過後會抽筋 好 那個拉斷的分手 太小的朋友不要太勉強 拉斷的朋友 你把兩段疊在一起 然後按著再拉一拉 久了以後它會黏起來 然後會黏在一起 你就試一下 好 好 我要跟各位朋友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好 你知道嗎 拉斷了只是斷了 所以對照不能就是我拉斷了 所以你到國中生 到高中的班上就拉斷了 拉斷對它沒有什麼意義 可是因為 因為我正在蒐集計額物的材料 所以一拉斷以後 因為我有經驗 所以一拉斷以後 我馬上想到什麼 想到氣球的溶點很低 這樣知道嗎 你氣球的溶點有多低 你知道嗎 大概水燒開的溫度兩倍而已 所以你這樣一直拉 一直拉脊部的地方 它會怎樣 它會接近那個溫度 所以它變得很脆弱 就很容易怎樣 很容易拉長 本來它拉長又要回來了 對不對 可是因為它很脆弱的時候 拉長的時候 它就容易怎樣 容易斷掉 一方面就好像有點溶掉一樣 大概是這樣 好 如果是這樣 我們說炭救完以後就可以用 那可以用的時候 可以用的時候 這個是造型氣球 這個造型氣球 是比那個 我們剛才用的氣球還要強的 這個也可以斷掉 因為我們常常用造型氣球做什麼 做實驗 現在我們實驗室的流行 用造型氣球做實驗室 要把它剪斷 不能用剪刀 那我們實驗室的同學就 這是上禮拜的事情 他就拿什麼 就拿代打 沒有每一個都代打 他就拿兩個銅幣 拿銅幣 拿銅幣就把它當剪刀 然後就可以把它撕斷 因為他用簡易就撕斷 我連銅幣都把它沒收 所以他只好用什麼 用剛才那一招 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我們徵求兩位朋友來拉拉看 看水先拉斷 好不好 好 你過來 還有嗎 哪邊 好 你來 你來 四位都來 幾手的四位都來 你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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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拿回去的 好 在這邊 你們兩位在這裡拉 你們拿回去拉 好 來 你留著 你留著 你過來站在這邊 我們女生主在這邊 好 你又拿回去拉 可以了這樣就好了 試試看 等一下 會後再說吧 好可以了 你拿了嗎 來 真的嗎 我們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他放掉了 不然他手好痛 等一下叫你爸爸不要罵我 好 你看這個 這麼硬的造型氣球 他不容易破掉了 他其實用同樣的道理 也可以做得到 大概也可以做得到 好 現在我們再請大家看 幾個實驗室做的工作 剛才是跟大家一起參考 說 為什麼 在這邊 易老師 朱老師 還有張老師 他們要這麼辛苦的 在假日 然後做這樣的活動 好 目的很簡單 因為科學屬籍 是很多成名的科學家 都認為很重要的事情 那個道理很簡單 因為不是一個人很厲害 可以讓整個科學發展 我們是整個社會 這樣知道嗎 所以任何一個科學的發展 看起來好像某一個人發明了 其實不是 那個是集合社會所有的力量 一段時間累積起來 所以你一定要去讓 所有人都參與 他才會進步 這個是 第一個跟大家溝通的 第二個 跟大家有切身的關係 就是說 如果你讀物理 讀發覺 讀生物 讀起來有點累的時候 你先要告訴自己 不要那麼急 給自己機會 就是我真正考試上面的成績 每一個人都盡力 有人寫得好 有人寫得慢 但是你盡量盡力就好 但是千萬不要放棄 不要放棄 那有兩種方法 可以幫助你的學習快樂一點 一種方法是什麼 一種方法是可以有具體的東西 實作或是圖像 或是生活上的實際上例子 圖片、影片 都會有幫忙 那第二種 第二種是什麼 第二種是要去怎樣 去跟你的生活上面 不是本身這個學科 要跟旁邊的人連結 連結起來跟科學家的故事 跟他的發現 然後跟什麼生活上的東西 一起連結起來 你寫起來就比較有意思 這是滿重要的 不然你會很恨他 好 我們還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你學習的時候 有一件本領大家都會的 這個都會的本領叫什麼 叫做探索 或者叫探究 這個探索和探究的本人 不要把它磨滅掉 磨滅掉你要花很長的時間 才怎樣 才撿得回來 這個是我們剛才 這個美光刀把它畫一個十字 畫一個十字 畫一個十字 然後再把氣球 再把氣球 把它打起來 打滿 打滿 這個不用打很滿 這不是說今天的實驗 留一點點空隙 它比較不會拖掉 好 所以每一個 每一個都有每一個的道理 只要用心就可以做得到 然後 把它穿進去 這個就是這個傳真筒 然後剛才那個照片 是在客公館 用這個傳真筒當道具 在講摩斯 在發現電池寫的時候 他是一個畫家 那聽到電池寫的時候 他覺得他需要寫物理 然後他把所有的畫賣掉 把它畫式當作實驗室 在做什麼實驗你知道嗎 做電包的實驗 在講那個故事 那個電包的實驗做起來 他花了很多力氣 不懂就去問人家 然後後來就成功了 成功以後 成功以後 可是沒有人知道那件事很重要 所以沒有人要理他 然後剛剛碰到什麼 碰到美國在大選 那在他旁邊一個州 在他旁邊一個州 的一個民意 一個立法委員 國會委員 聽說他要參選副總統 大家都在流傳 所以這邊的報社就派記者 去那個州去問他 問他要騎馬 結果摩斯那時候 剛好把電包架好了 他說我來問他 我馬上就知道了 他就 那邊的人就接收到以後 他就跑去問完以後 就回來碰碰碰碰碰 那個馬還沒騎到一半 他就知道結果 沒有人相信他 結果後來一比對 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電包變得很重要 你知道嗎 所有東西都要在生活上要怎樣 要黏結才有他的意義 才有他發展的動力 摩斯發現電包的時候 是要黏電線的 可是那時候電子寫一直在進步 到1880年的時候 德國一個不大愛讀書 做實驗的傢伙 那個傢伙 念了四間高中 念了五間大型 那個叫赫茲 你們現在都知道 憑力都叫赫茲 他就把無線電做出來 做出來以後 摩斯的電包就非常重要 到現在重不重要 很重要 因為都從那一開始 好 我們 好像已經要幫我忙 你照相片 你照相片就好 幫幫我打講 我們給他們傳一傳 好 我現在先 因為我拿這樣講的話 只有他知道 我唱歌給你聽 我這樣講你就知道了 看聲音有多大 你們聽到像東方的聲音嗎 有齁 你們可以自己聽聽看 我們從這邊繞過去 繞到那邊去 好不好 那你就一個講話 一個聽一下 不要講太大聲 因為他很大 自己講自己也可以 好 好 對 對 不太好綁喔 要不要放聊眼期 可以了 借我一下這樣 這個還比 這個會比 這個會比 舊的那個繩子傳的那種好 是因為他都脹起來 而且裡面有空氣 他會透明 所以他會比較好 其實這樣子的話 你根本不要急音 你這裡講 你趴在這個氣球廳 都聽得到 好像英里安在聽水 聽鐵鬼 我叫他等一下戴回去的時候 不要這樣戴 這樣不好戴 這樣拿起來 戴起來 也可以當帽子 所以你知道我們叫阿達博士了嗎 好 那我們回去再拿 因為我們還有寂靜的實驗要做 好 現在 我們一起再看幾張照片 剛才有小朋友在問的很棒 他問說兩條黏起來要怎麼黏 兩條黏起來 如果你把它扭在一起 就黏起來了 這樣不好 這樣為什麼不好呢 因為你扭在一起的地方 它必須要是 我們叫做節點 那邊不能動 所以你就限制了聲音的傳遞了 它要剛好符合那樣子才會傳 所以你要兩條黏在一起 最好不要扭在一起 最好是兩條靠在一起 然後用膠帶怎樣 把它含起來 然後更好是在 這兩條黏在一起的地方 放一個紙盒子把它裝起來 裝在紙盒子裡面 你知道這什麼意思嗎 紙盒子就是讓它共振 讓它再怎樣 大一點 增強一點這樣 就比它效果會比較好 不要一直傳一直撿過 其實這個是氣球的道理 對不對 氣球在傳的道理 我們在電燃 在光纖上面 在通氣 也常常用到這些氣球 現在有一點點時間 我們做幾個實驗 第一個實驗 第一個實驗是要 要利用繩子把吸管劑斷 把吸管劑斷 把吸管劑斷 每一個人都做一次 你知道繩子要把吸管把它扯斷很難 可是你等一下發現一下 你剛才注意我剛才講的那個洞子 那個洞子很重要 我們現在花吸管和繩子給大家 吸管最後我們可以把它綁 那個繩子綁起來可以變魔術 吸管也可以變魔術 好 大概你們都知道怎麼做了 不知道 我們不知道的朋友 我們一起做一次 你必須要有一個人把吸管抓住 不要讓它滑動 好 那 可以 那另外一位 另外一位就拿繩子 現在不曉得怎麼做的人 你看這邊 好 這邊站這邊 好 我現在這樣抓著它不會動 對不對 然後比較不會滑動 那現在拿繩子的人 只要左右 像劑子一樣一隻摩擦 越快越好 你們想一想為什麼你就知道 大家看這裡 請大家看這裡 我們剛才是用繩子把吸管把它 計斷也不是扯斷 因為吸管很嫩 它是很棒的東西 很便宜 然後很嫩 很容易做 但是你要讓它斷的時候 你怎麼拉它都拉不斷 除非你用剪刀破壞掉以後它比較容易斷 可是我們剛才怎樣讓它斷了呢 是利用抹擦怎樣 產生熱 然後你知道吸管就是聚合物 它跟剛才的橡皮一樣 它的溶點是怎樣 很低的 所以你很快就到達它的溶點 就可以把它怎樣 計斷掉 所以剛才是用繩子把它計斷 那 請大家看這裡 既然 既然 可以把吸管計斷 那原子比可不可以計斷 當然可以 我們要做做看 這裡有兩位小朋友 做的時候 你們不要 那個原子比要快要不能寫的才能計 不要好好的拿去斷 好 那個 要計的時候 需要有一個人在這邊怎樣 這邊 有一個人在這邊拉住 抓住原子比 另外一個讓它不要左右把它動 另外一位小朋友就可以在這邊可以把它計斷 那計斷的時候 如果要稍微 像我們的原始人一樣 我們都從書上提到了 因為現在要稍微久一點 那繩子很細你抓它會怎樣 會痛 所以現在 現在要用力用一下工具 這個工具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用 棍子把繩子怎樣 把它綁好 再來計 那計的時候你不要用力 你計的你是靠摩擦的 所以你摩擦快一點就好 你們兩個在這裡做 好 那你們 你們比較厲害 所以你們做我比較心的這一支 好 這裡真九一組 好 可以 要換的人好了 可以 好 那你們兩位來 這個 只要按 只要記 只要記 這邊 這邊 好 這裡 已經有 快一點 好 我們 他們現在正在記 我們給他加油 好 那給大家看一下 好 等一下 大哥哥大姐姐會累死喔 因為你們沒聽到會去問他們 好 好 你現在這邊 有兩個塑膠的蛋殼 我們剛才就在講說 剛才的操作在講塑膠 它的什麼東西很低 溶點很低 然後它的原料也很便宜 所以現在大部都是 那大部都是 那大部都是道遠很多方便 但是也帶給很多什麼 問題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也享受它的方便 等一下 你會有兩個蛋殼 你不要拿真的蛋做實驗 所以你有兩個蛋殼 那你要做什麼事情呢 你第一個先把這個蛋殼 變成一個不倒翁 那變成不倒翁的時候 怎麼做呢 很簡單 你就用一個雙面膠 然後把它對準它的位置 那這個蛋殼裡面 有一個是 這個很簡單 你們聽完再做 有一個是比較平的 一個是比較尖的 那平的比較穩 所以你要把平的當下面 然後你把你的雙面膠 把它放在 一邊撕開來以後 放在哪裡 放在這個蛋殼裡面 蛋殼裡面 以後它會黏在一起 對不對 黏在一起以後 再把另外一面子撕下來 再擺一個重的東西 你家裡如果有更重的羅脈 你回去可以換 現在給大家 因為要做得很快 所以這邊有一個羅脈 然後這個羅脈 就把它放在這裡面 放在這裡面以後 然後再把這個蛋殼 再把它蓋起來 它就變成一個不倒翁 那這個不倒翁 你剛做的時候 那個歪歪的 叫做歪歪的不倒翁 那你要信念耐心 把它慢慢調 調到怎麼樣 調到 做得很正的不倒翁 那做完以後 那個大朋友會給你 給你什麼呢 給你這個 每一組的桌上 會有油性的彩色筆 還有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亮光的膠帶 你可以先想一下 要把你的不倒翁 裝飾成什麼樣子 然後你先裝飾它 好 這樣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花材料 大家做得很好 好… 謝謝 請看這裡 我調查一下 偷偷調查一下 趁朱老師不再調查一下 看重複力有多高 那個去年我來的時候 上過我的客人 舉手一下好不好 請你不要客氣 舉手一下 謝謝 那很棒 謝謝你們再來 那也很高興說 我們這邊的活動 參試的面很寡 好 在我們現在要做另外一個活動 現在要做另外一個活動之前 請大家借我一個蛋 可以嗎 借我一個蛋 這這麼 這麼酷的蛋 等一下你再做 怎麼做呢 這個是當然小朋友告訴我的 這個蛋可以當陀螺旋轉 小朋友他旋轉的框子很厲害 他是要把尖尖的地方放下面 然後讓它旋轉 你們知道嗎 這是經驗 因為陀螺長成這個樣子的 旋轉的時候比較重的東西會跑到哪裡去 會跑到上面去 所以等一下你們 等一下不要做 等一下你們做一個工作 你把它放在地上 放在桌子上一旋轉掉下去會破掉 等一下放在地上 有礦的時候回家都可以做 反正地上它兩邊放平底的 你讓它旋轉 一轉的時候你如果轉得夠快 它會爬起來 最後會這樣轉 這個在我們小朋友的小學的前面都會賣這個玩具 這玩具要倒本陀螺 倒立陀螺 我再講一次 你放平的轉 轉得夠快的話它會爬起來 會爬起來轉 現在要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也是不好的消息 好消息是要給大家一個很好玩的東西 然後壞消息是什麼 壞消息是你沒有那麼容易可以走出這個大門 好那還要跟大朋友溝通一個觀念 這個觀念是最近幾次我才悟到的 我自己已經沒機會了 因為我已經過了很多年了 然後悟到以後要再重來很難 所以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我叫阿達博士人家常常問我阿達博士 其實那是實驗室的諧音 可是有一件道理最近才悟到很重要 因為博士要很笨 很笨的媽媽才有很棒的小朋友 很笨的老師才有學位的學生 這樣知道嗎 所以媽媽老師有時候不能太聰明 所以現在阿達博士要很笨 阿達博士發現一個很好玩的東西 這個東西是我們很容易在文技行買得到的 那個蛋在哪裡買得到你知道嗎 小朋友都知道 那個玩技行都有什麼東西 有扭蛋有沒有 扭蛋就是這樣的東西 不過那個是高雄一個賣玩技的商人 他特別去進口這樣的一半禮半的塑膠 因為有些老師用得到 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也是在文技行或是在藥局都買得到 這個叫塑膠針筒 然後塑膠針筒有餅 有這個推餅 所以他是一個很好的空氣氣壓的一個裝置 改變的裝置 現在我把這個塑膠針筒拿兩個 那其中一個餅已經拿掉了 拿掉要當發射筒 那我們在五星行 就買了一個膠管 這個膠管是硬的 軟的也可以 這叫PU管 膠管一小罐把它結合起來 把它這樣結合起來 它剛好配合這個注射針筒的口徑 可以結得很緊 結得很緊我就可以把它拿起來了 現在我要用這一支東西把它當作空氣槍 那這個空氣槍 今天規定 以後也規定 第一個不准對人射 不管你是怎麼樣就不能對人射 這樣可以嗎 所以等一下 反正我大哥哥要掃地 我們就不要客氣了 等一下要射的時候 先到後面那個靠著玻璃窗 先射到前面的白板 好不好 那如果打得到白板的人 可以到那個走廊 一定從那個地方射 射了以後 射了以後看可以射勾眼 這樣好不好 那子彈只能用紙 對 只能用衛生紙 子彈只能用衛生紙 那那個 等一下大家會拿到槍 你自己想辦法 然後你一邊發現射不眼的時候 你要想為什麼 然後你就知道怎麼去改善它 你不要急著先去改善它 你先想 先看看 為什麼射不眼 稍微動一下腦筋 再去改善它 想錯了也沒關係 那個過程很重要 那是我們的本人 那阿達博士很簡單 阿達博士把一個子彈 很急的 因為只有我有你們沒有 我就把一個子彈放進去 放不進去的話怎麼辦啊 我就用東西把它推一推就進去了 進去以後就把它拉起來 然後我就用力 使勁的用力 然後把它怎樣 大家喊一二三 一二三 我會有三個手把 一個手把是20公分 所以阿達博士射了60公分 鼓掌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每個小朋友要從背面射到這裡來 好不好 等一下大家的桌子上會有筷子 筷子是讓你怎樣拿 要把子彈放進去 如果你需要放進去 其實用吸管也可以 拿起來那個套子的垃圾 先丟到垃圾網 我們現在開始做 要變魔術的人 也可以找大哥哥變 必須要把它氣塞得很緊 你才能瞬間利用那個氣壓的力量 才會把輕的東西做得很遠 不然測不遠 所以你要把它打幾公尺 這個是困難的 這個大概是 這樣子大概每一個小朋友都做得到 如果要打遠一點就 就比較難一點 來 變成 我也可以 我也可以 變成 我可以 變成 我可以 你們一定很不服氣要射得很遠對不對 你要講出道理才算 我們現在請坐下來 反正你回家 你可以細細射 然後媽媽就要掃地 掃得好高興 不是媽媽就是爸爸要掃 來 請坐下來 最好給小朋友掃 好 請坐下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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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不要射了 這樣射我會好緊張 好 這樣請坐下來好不好 可以了嗎 可以了嗎 好 我們 我們要整理一下 剛剛 你坐的不倒 為什麼它不會跌倒 你們都知道 回去把它講清楚一點點 這樣可以嗎 你先很簡單 你先想說它倒過去的時候 它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後來會怎麼樣子 你就知道了 所以回去 最好是可以用圖 把它畫起來 畫起來說 你的螺絲現在在哪裡 然後你歪歪的時候會怎樣 然後這邊有個力量 就把它拉回來 大概是這樣 好 回家功課 S8 為什麼不倒空 推倒以後 它會回來 的到底弄清楚 好 第二個 第二個 第二個有獎品啦 獎品是貴賓狗 這個尾巴 自己會碰起來的貴賓狗 這樣子的貴賓狗 好 欸 有獎品啦 有獎品 這個獎品是什麼呢 是要跟我們分享說 什麼樣子可以射得很遠 為什麼 大概是這樣 好 好 那個 我要跑到後面去 不好意思 因為要機會平等一下 好 好 幾年級 一年級 好 好 請大聲一點 拿自己拿著 一年級前面也好 再拿著 什麼東西要畫在頁前面也好 那獎品講 很棒 請來 吃球要放在 你拿給他 很棒啊 我們給他掌聲鼓勵一下 好 就是你們一定發現 那個 那個 子團 你必須要用筷子 把它塞到哪裡去呢 塞到那個桶子的夜底下 夜底下 為什麼呢 因為塞到夜底下的時候 才會把氣體 把那個面 把它蓋得怎樣 緊緊的 因為你要靠水的力量把它射出來 要靠什麼力量 靠空氣的力量 對不對 你要哪一隻眼射 蛤 粉色 粉色 來 我們掌聲鼓勵一下 好 再一位 怎樣射才會越來越遠 好 那我們看看 那個小朋友 那邊小朋友 輪流一下 那個比較小的小朋友 去跑問他一下 剛才有人在幫我寫氣球做好了嗎 好 那在做的 好 不是不是 那一位 不是 對 對 對 你剛才有起手嗎 爸爸可以幫他忙 沒有關係 因為他還小 是 我來問問他一下 你覺得射的時候要慢慢的推還是很快的推比較好 快快的推 要快快的推對不對 來掌聲鼓勵一下 好 謝謝 其實力量 你感覺力量 你要產生很大的力量就是要變化很快 要變化很快 我相信很多人都發現很多道理 你知道嗎 還有小朋友根本不用前面在聊針孔的 他不用這個針孔 可以射嗎 對呀 因為底下也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管壁 然後可以密壁 那個管壁更怎樣 更小 更小為什麼可以射得更好 因為力越少 為什麼 因為它的密壁效果要怎樣 越好 然後它的子彈呼吸要怎樣 很大 它比較小 對不對 所以你再回去看看 越重的東西 你要一樣的力量把它推出去 它會跑得比較遠還是比較近 越重的東西 它會比較近 可是越輕的東西 跑出去的時候 空氣對它主力的影響會怎樣 越大 所以你要在這兩個之間要起的什麼 起的平衡 對不對 好 我再珍求一個小朋友 不然大哥哥做的氣球都沒有人一樣 快要做好了 我們還是原則上找沒有答過的小朋友 我要示威體問他 好 有沒有 有沒有小朋友 有沒有 有沒有 哪裡 要讓自己舉手才算 1 2 3 舉手 好 好 舉手 來 我過來了 這一位 好 我要問你問題 要發射的時候 我跟大家講一下 你老師要考題目 大朋友要問問題 要小朋友的能力回答 我現在試試看 我做得到做不到 因為他要可以做爺爺的 所以我要嘗試看看 好 那個 我現在要問 大家覺得我現在要問好不好 你射出去的時候 那個針筒要去下 不能光講 要拿平平的 平平的 還是要拿低低的 還是要拿高高的 還是要拿下這邊 打一個 那你也要去下 你要比給我看 來 比比看 這樣子對不對 認為這樣會射得遠的 幾種 有沒有 有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好 大陸哥的氣球呢 好 因為大哥哥們 等一下再來 打不出去 為什麼 打不出去 你有要花表的嗎 還是要我問問題 好 這問題 最後一位 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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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簡單 一定非常簡單 因為我叫阿達博士 所以我不會問很聰明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這樣子 賣過瘋啦 這邊有一個要回答的 賣過瘋啦 來這裡 請講 請講 最後一位小朋友 好 射出去的時候 衛生紙要沾水 還是不沾水比較好 沾水 為什麼啦 等一下 那因為聰明 我們看到為什麼 為什麼要沾水 那就是沾水 好 為什麼沾水可以射得比較遠 好 為什麼沾水可以射得比較遠 好 其實現在的回答 幕主管沒關係 以後知道再回答就好了 為什麼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知道 不知道 好 我也不提出 大家都 大家 那個我們的認知成長 會隨著聯名成長 所以每一個程度了解的都不一樣 這樣已經很棒了 我們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好 我們都知道沾水其他有兩個目的 一個目的讓子大變重一點 因為太新的話 阻力的影響很大 可是更重要的是利用沾水 把什麼東西堵住 把管路堵住 讓氣體可以在擠到很高很高的氣壓下 再把它怎樣推動 一推動打出去的時候 就會猛一聲 你就知道會很遠 但是怎樣射得更遠 你回去還可以 還需要研究 希望今天的活動 大家會很滿意 那我們要先做了換事情 我們要先鼓掌一下 謝謝大哥大姐姐 等一下為我們弄完了 髒個環境 把我們弄乾淨 好不好 那我們鼓掌一下 謝謝大哥大姐姐 謝謝大家給我 我們把麥克風還給易老師 謝謝易老師 可以 好 各位家長 各位小朋友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周建濤老師 熱情的來這邊 教大家做這些玩意 好 大家都玩得快不快樂 要不放心 來 我們謝謝周老師 我聽說累積到五塊就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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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醫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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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家長 那個 那邊有那個藏的氣球 周老師 對 教這位 如果有吸引藥的話 可以做這個 傳真筒 傳真筒 對 好不好 大家順便 請自己旁邊好不好